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呢我会做一个关于化眉毛的视频 因为这个视频被很多同学都request的 所以我就决定来做一个视频版的 我原来写过一个图文版的 今天呢我们就把它做成视频 然后呢我会再开始做一个tutorial 然后在结尾呢介绍一些我自己喜欢的 认为好用的一些化眉产品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继续看下去吧 我在我以前的视频中也说过化眉的重要性 我再次重申一下 就是我以前呢就觉得化眉呢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我原来从来都不化眉毛 然后后来我化过一次眉毛以后 就了解了化眉的重要性以后呢 我就是每天我省略很多步骤 我都不会省略眉毛这个步骤 除非就是说我完全不化妆 完全素颜裸颜 如果我要上粉底 我哪怕就上一个粉底 我都肯定会把眉毛化了 因为眉毛实际上它决定了人的五官的整个轮廓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比如说像现在我是整个已经完妆了 那就是说你还是会觉得 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其实好多妹子就是看起来妆容不够精致 我以前也说过了 就是因为你没有化眉毛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整个妆容已经完妆了 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不太对 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化眉毛 那化了眉毛以后呢 我觉得整个人的脸的这个轮廓和形状就是更加突出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把眉毛画上吧 会用这个眉笔带的这个Spoolie这一头刷子 先把眉毛那个顺着它生长的方向这样刷一下 比如说你眉头哈你就这样往上刷 然后眉尾就这样平着刷 OK 先把眉毛就是先梳整齐了 先有一个形 OK 然后我下一步呢就会用眉笔 先把眉毛的形状勾勒出来 先把那个整个形状勾勒出来 我下笔的位置呢 我是喜欢从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我这个地方缺了一小块 缺了一小块 所以我就会从这里先下笔 就先把它补上 好 就是缺的这一块 先把它补上 然后补上以后呢 我就会平拉一条线 基本平拉 就是说你的眉尾 就是这个眉尾 不要往下拉 不要往下掉 好吗 不要化成那种 虽然我说过 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字眉 但是也不要化成那种 欧美很多妞画那种挑眉 知道吗 那个很老气 所以基本上就顺着你的眉毛形状 平拉 尽量平拉一条线 好 轻轻下笔 shorter stroke 就是一点一点的话 不要这样子一笔拉过去 就一点一点的话 好 我底下的这颗线就已经画好了 画好以后呢 然后我会从上面 也这样拉一根线 上面怎么拉呢 就是说 避开眉头的这个位置 避开这个位置 从这个地方下手 好吧 从这个地方下手 也是轻轻的 我 因为我的眉毛背 有一次一个threading 弄得很细 我现在在把它养粗 所以我会稍微比我上面的眉毛呢 稍微画高一咪咪 就一点点 好 从这里下手 轻轻的也是小笔小笔的画啊 然后画到这个眉封的位置 就是哪里是眉封的 就是你的外眼球直看以后 外眼球这个地方是眉封的位置 画到这个地方以后 稍微停一下 好 然后这个地方 顺着 往下 和你刚刚下面的线连起来 好 看到框架了吗 然后这个时候 就用眉笔 把眉尾 小笔小笔的把它补 就是颜色补起来 OK 然后这个时候 对着镜子看一下 就说是不是你喜欢的轮廓 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我前面窄了一点 我还可以再加高一点点 就可以把它加平一点点 OK 好 现在是右边 然后我现在把左边也把它 用相同的步骤啊 就把它弄起来 小笔小笔的话 然后随时看一下两边眉毛平不平均 我经常两边眉毛都画不平均 就尽量 就尽量吧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活 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OK 好 这个第一步 第一个步骤 用眉笔的步骤 就完了 就是框架 然后眉尾的颜色把它补起来 然后第二个步骤 我就会用眉粉 用这个眉粉 然后我会用这样一个 像就是所谓的这种牙刷刷子 最小号的这种 然后我就会沾眉粉来填色 好 蘸了眉粉以后 你蘸的这个深色的眉粉呢 记得把它 记得把它控制在你的眼的 这个眉毛的三分之二的部分 千万不要弄到眉头去了 好吧 因为你的框架已经画好了 所以现在填色很简单 你就像那个在框框里把颜色填进来就好了 然后用这个刷子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把你刚刚没笔的那个颜色 把它blend开 就感觉比较soft的一点 就没有刚刚眉笔的那么深硬 好大家看 我这个眉头这个位置 我还是没有上任何的产品的 留开 都把它留开 现在我用的是最深色的这个眉粉 记得把眉头留开 然后把其他的位置给它填上 好 这个时候呢 大家如果这个眉刷上 已经没有太多的产品了 就是说 已经没有很多的眉粉了 这个时候 你可以轻轻的往前戴到眉头的位置 轻轻戴 就是确保这上面 已经没有很多眉粉了 好 轻轻 往前戴一下 OK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快马上就快完成了 这个时候我就会用一个这种 小头的刷子 蘸浅色的眉粉 浅色的眉粉 不要蘸到深的了 蘸浅色的眉粉 这个时候 慢慢的晕一下眉头 把它晕开 看见了吗 就是说眉头的位置一定要是要浅的 要不然就是说 大家看到的那种小心眉 就是因为眉头太生硬 眉头太那个 还有大家看那种 Instagram上很流行的那种 就是那种一刀切的那种眉头的位置 我觉得那个不太适合我们的平时的妆容 照相下来好看 但实际上平时看起来相当奇怪 整条眉毛这样轻轻的刷一下 把颜色 把它更自然一点 OK啦 好 我们上色的所有程序呢 实际上就是已经完成了这样子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定型 定型呢 我们要用眉胶 今天呢 我会用这个 看我拿了哪个 Benefit the Gimme Brow的这个眉胶 然后你用眉胶呢 你这样刷 眉头的位置往上 然后其他的地方也往上 这样 往上刷 好不好 然后其他的地方是上平 这样子刷 然后眉尾的位置就是平拉就好 也是 一点一点的小点小点小小的stroke这样刷 OK同学们 这样子呢 我的眉毛就画好了 大家可以对比下 就是从影片开头的这个 我没有画眉毛的样子和现在的样子 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看出来 对就是说整个脸的轮廓和妆容的精致度呢 绝对是有所提升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用的画眉产品 那我们先从眉笔说起 眉笔呢 我刚刚在影片里用的是这个 Brow Stylist Definer 是L'Oreal的这个 然后我用的色号是brunette 这个眉笔呢 就是说 它是一头这种spoolie 一头是这种spoolie 然后一头是这种眉笔 然后它这个眉笔呢 和那个Anastasia Beverly Hills的那种 眉笔那个brunette 是很像的 就是细细的尖尖的这种头 就是很小很小的这种头 然后呢 它这个眉笔的颜色呢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它是不是那种偏暖的brun 它是比较偏neutral的brun 就是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暖色的brun 不是那么偏红的brun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这个是一个 然后呢 然后我的一只 all time favorite 是这个NYX的microbrow Pencil 是这个brow Pencil 它也是一样 它一头是这种spoolie 然后一头也是这种尖尖的 小小的 非常非常小的头的 这个眉笔 然后这个呢 我用的色号 其实我有很多色号 我现在这个是espresso 07号的espresso 所以我用07号的espresso 是行的 好像是05号的一个 叫什么ashbrun 还是什么东西 我也是可以的 就是他们家很多颜色 我都是可以用5号 7号 还有他们的tope那个颜色 如果说大家是想要淡一点的颜色 那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NYX的microbrow 也是我非常非常爱用的一个眉笔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是美宝莲的 brow definer and feel duo 好这个不一样 它这个一头呢 是那种笔 然后呢 它这个笔呢 笔心呢 笔 刚刚我介绍了这两款产品呢 还有Anastasia Biffer Hale的那个 那种brow width的那种头呢 要粗一点 要稍微粗一点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没有经常用这只笔的原因 就是它 因为我喜欢比较细的头 因为我缺的那些块 都比较小 就喜欢用细一点的头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它这个笔呢 比刚刚我介绍的那些产品的笔心呢 要稍微creamy一点 但是换眉毛的产品 我偏爱干一点的 因为这样子才不容易 就是一下笔就比较重 还有呢 也不容易就是说 怎么说呢 也不容易就是slide around 在你的眉毛上 所以说呢 它要稍creamy一点 但是也不是说 完全不好控制的那种 只是说相比起 我习惯用的比较干的formula来说 这个要稍微creamy一点 但是我非常喜欢的 它有一点是什么呢 它另外一头 就是眉粉了 你知道吗 它是一个海绵头的 一个sponge的 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它这一头是眉粉 那怎么说呢 你就是不用买眉粉了 你就是用这个笔呢 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勾落出一个轮廓来以后 你就用这一头的眉粉来填色 然后它这一头的眉粉呢 就是说 不会是非常浓的颜色 淡淡的 所以说也很好smudge 就是不会弄出很不自然 很生硬的那种 就是说也非常好用 所以呢 如果说是我有时候赶时间的话 没有想要求那么精致的眉的话 我会用这一个产品就OK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用笔来勾勒 然后用眉粉 这一头的眉粉 来把它smudge开 就OK了 我用的这个色号是 soft brown 对是soft brown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是说你如果想一样产品 解决所有问题 就是说有时候 特别是有时候赶时间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棒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眉粉 眉粉呢 我最爱用的就是这三样 那第一个呢 是刚刚我在视频里用到 是这个安娜苏的眉粉 这个安娜苏的眉粉 确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后呢 它就是里面带的这个刷子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用来晕眉头的那一头 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这个是它的03号 价格呢 比起其他的眉粉来说 稍贵一点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投资 我觉得这个眉粉非常好 然后呢 另一个呢 如果大家想要稍微评价一点 就可以到eBay上去买 这个Kate的眉粉 这个是我买的是EX5吧 对EX5的眉粉 这个眉粉比起安娜苏的来说呢 就浅很多 自然很多 就是说最浅的这个颜色 有时候我来不及的时候 我还可以拿来打一下鼻影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就是说 呃 最深的这个颜色 就是说你稍微需要 strong一点的眉毛的时候 可能你需要安娜苏的这个呢 才能 呃 就是说颜色才够 呃 如果说你就是比较soft的那种 眉毛的话 这个 Kate的EX5的这个眉粉 也是非常非常好 然后呢 当然 呃 少不了 呃 说到眉毛的 当然是少不了这个 Anastasia Beverly Hills的这个眉粉了 这个双色眉粉 我的色号是granate 呃 我当时买的时候呢 就是我偏好于比较浓的眉毛 然后现在呢 我比较偏好于soft一点的眉毛 呃 所以呃 颜色对我来说 现在我觉得有一点点深了 但是产品本身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眉粉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 那说完眉粉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眉胶 眉胶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 就是说有时候如果说是有些妹妹的眉毛 天生条件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就是说 形也有了 也没有缺一块啦 像我这种有 有 有一点 那种spot的这种东西 你用眉胶其实轻轻刷一下 定一下形就可以了 就是哪怕是用眉胶轻轻刷一下的话 你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 真的 有的时候如果我实在是 真的是不想花时间去弄眉毛的话 我就是用一个有颜色的眉胶 稍微刷一下 看起来也比完全不刷的裸眉 要好得多 好 呃 我先说一下这个benefit的gimme brow 这个是我很长时间以来 完全找不到带地品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眉胶 现在我有带地品了 但是 就说非常好 因为它的刷头非常非常小 刚刚就是我在视频里 刚刚就用的这一只 它的刷头非常非常小 所以它真的可以就是 get in 你的这个eyebrow之间 就是不会是不好控制那种 不会敷的到处都是你嘛 然后呢 这个benefit的gimme brow非常好 然后呢 我就来说一下 我现在找到了drugstore的带地品 essence的make me brow 连名字都是完全是 就是想copy这个benefit 好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刷头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比起那个gimme brow呢 稍大一点点 但就大那么一点点 完全是非常好控制 我两个颜色都有了 这个essence的make me brow 我有它的dark brown吧 这个是叫dark brown吗 哦 browny brows 然后这个叫blondy brows 所以说它两个都有了 如果有时候我用 就是想就是lighten up 我的眉毛一点都会用这个blondy的颜色 然后我当然合适的是这个 这个深一点的这个颜色 但是如果说是大家 想找一个gimme brow的代替品 在drugstore 我估计我自己不会去回购gimme brow了 因为就是价格我觉得实在是划不来 我会一直用这个make me brow essence的这个make me brow 然后呢 还有好用的呢 就是这个l'oreal的这个brow stylus plumper 好 这个呢 它刷头也是比较小 它刷头也是比较小 但是呢 这个有一个问题 我不是特别喜欢的 就是它的formula比较的湿 就是说感觉会有一点湿湿的在眉毛上 所以说formula来说不是我最喜欢的 但是刷头也是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我就要说formula wise drugstore里面我最喜欢的 实际上是nicks tinted brow mascara 这个 它的formula就是perfect 就是那个干湿程度 就是perfect 你知道吗 非常非常的好用 但是这个刷头呢 就稍大了一点 比起那个essence的那个make me brow 但是它的formula 绝对是drugstore里面 我找到的 我觉得是最perfect的 就是不会很湿 也不会很干 就是刷上去就是刚刚好的那种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非常 然后呢 就是最后我就要说一下 这个anastasia beferry heels的这个clear brow gel 这个的定型效果 它是clear的 就不是tinted 它clear的定型效果 超级棒 如果说是你就是 嗯 像我说的眉毛条件很好 你就想刷就是一个clear brow gel 就用这个 就完全你一整天 眉毛的形状都在那里 非常非常棒 然后呢 或者说是你用了 就是说你的眉粉颜色 或者眉笔颜色 都是你喜欢的 也不需要tinted的了 然后你也可以用 这个clear的brow gel 来定型 定型效果超棒的 我才买了一个 那个essence的clear brow gel 我想来试一下那个 然后我试了以后 再给大家反馈 就是说这个就是clear brow gel 里面我用过最好的就是这个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画眉毛必须要用到的刷子 我觉得spoolie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那这个呢 嗯 大家嗯 在ebay或者说是ali express上 都有大把大把卖 超便宜的 就是说大家这个必须要必备 呃 一个是你刷之前 来那个把那个眉毛 定型刷一下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上了眉粉 或者是上了眉笔以后 你可以用这个把它那个颜色呢 把它刷自然 把它blend的开 就不会看到一笔一笔的那个 就是你画上去的那个笔的笔触的颜色 这个是必备的 那那种斜角刷 拿来画眉毛的斜角刷呢 这种斜角刷 嗯 这个我我个人用过 最好用用的是 ensice of beautiful heel 的12号这个刷子 我个人用过无数之多的斜角刷 来画眉毛 这个绝对是 不管是从它的那个软硬程度 和那个厚薄程度来说 都是最好最好最好用的 所以如果说是我只想带一把眉刷的话 绝对是这个 这个是我目前来说 没有找到比这个好的代替品 虽然都是斜角刷 但是斜角刷真的也是不一样的 ok 然后我现在 当然我自己最喜欢用的 就是这个 这个牙刷型的 这个 就是刚刚我在视频里 用的这个牙刷型的 这个刷子 这个刷子呢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它填色的速度会很快 它而且会很自然 因为它的接触面很大嘛 对不对 然后它会很自然 然后呢 这个就是有时候 如果妹子们想画平眉 这样一笔拉的话 也会很自然的 就是一个很直的眉毛 所以说呢 这个我是买一套牙刷型刷子的时候 里面最小的一把 我不知道有没有 单卖这么小的一把 如果说是大家觉得 不太好买的话 这个刷子不太好买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入 Anastasia的这个12号 用斜角刷来画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今天的教程呢 就到这里为止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然后问我 我都会一一回复的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video呢 别忘了给我一个thumbs up 然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个星期一星期五 都会有video上的 好了 Until next time bye I have been wearing this lipstick for a couple of hours and during this couple of hours I have been eating I ate fried rice which is quite greasy I have been eating It's cold I have been eating i have been eating